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盘中11点半 为大家live来做播出 提供大家最及时的解盘服务 如果投资朋友您手上的股票 有任何的疑问 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尤其做多现在居然被套牢 放空被嘎到的投资朋友 我们都诚心欢迎大家 利用我们的call in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会在这里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建议给您 好 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昨天是急刹跌了136点之后 今天又稳住 目前上涨了52点回来 再度来到8663点的位置 那大盘指数的部分 我想昨天在杀下去的时候 从盘中就已经跟大家提到 昨天的杀盘 跟今天的台指要结算有关系 那昨天会这样先做一个压低 很有可能是什么 外资的一个部分 这个当中他觉得还没有赚够 所以他不想要马上就拉高结算 他想要先把指数压低 压低做什么 压低好这个当中 接下来又可以在下一个月的一个 这个当中指数当中 继续来做一个这个做多 逢低来做一个进货的动作 那顺便也把这个地方转单转过去 所以压低进完货之后 行情在接下来仍然是有机会 继续往上 那在昨天也跟大家提到过 很多人都在关心 这一波无稽之谈 是不是已经谈完了 那我还是跟大家提醒 重点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无稽之谈 其实要记得一件事情 股市是经济的领先指标 所以多头的一个反攻 往往都会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只是无稽之谈 但股市就先涨了 涨上去大家才发现 原来经济慢慢变好了 等到大家觉得 经济非常好的时候 股市都已经涨了一大段 还记得无稽之谈这四个字 最早是从哪里开始讲 从2009年台北股市 杀到4000点 涨上来 涨到4000多涨到5000 大家说无稽之谈 结果5000涨到6000 6000大家说无稽之谈 又涨到7000 又涨到8000 又涨到9000点上去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次 股市是经济的一个领先指标 一开始多头的反攻 往往都是从无稽之谈开始 这一点叮咛大家 那指数的部分 接下来会涨到哪里去 我们先放在一边 重点还是跟大家提醒 那在接下来 当指数在这边来回震荡 可能这几天都还会继续 有种上冲下息走势的时候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不是叫你说 眼睛闭着买股票就好 我请大家你在这个阶段 当指数已经涨了1000点上来 涨到年限之后呢 一定要去检视手上的一个股票 如果说这当中 它符合了产业趋势在向下下滑 业绩持续在衰退的状况 而股价呢也相对弱势 这种股票我都叮咛大家 趁着补涨反弹要先出 那技术面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信号出现 你更要去小心来做避开 那之前提醒过大家 例如说LED的产业 例如太阳能的产业 都一再叮咛大家要小心嘛 为什么 好我们来看看股价的部分 像LED当中的晶电 大盘指数 哇今天涨50点了 晶电昨天杀到跌停板 对不对 今天晶电股价有没有谈 没有还在平盘以下 重点不是今天跌 而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个月从1月份以来 大盘指数涨了1000点 昨天拉回来还在8600 对不对 这波指数是不是涨了1000点 可是你发现到 如果这一波 你在这地方买经典 现在为止指数的部分 涨了1000点 你居然套牢 上个礼拜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小心LED 包括太阳能股 前两个礼拜也都叮咛大家 二月底就叮咛大家 要小心了 那结果你看到中美金 看到像这冒低的股价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都已经跌破了二月份 甚至像中美金 已经怎样都跌破了 这当中一月份的低点 等于说这一波 如果你买错了 而你又不晓得 趁着反弹赶快卖 还在抱在手上 到现在很多股票 你可能又继续的越赔越多 我提醒大家 接下来还有很多股票 都有可能会有类似状况 当然我在节目当中 没有办法一档一档 跟大家提醒 那如果说你手上的股票 这里有疑问 涨了一千点 居然赚不到钱 居然你现在做股票 还在套牢的 我们都会欢迎大家 立我们的盘中 Coin 专线 0800-868-365 我才能够去帮到你 帮你怎么样去检视 你手上的股票 哪一些该出 哪一些该买 好好来做一个调整 那当然在这地方调整过后 我强调 我带我会员买股票 只有一个原则 我们不要去买那种 投机的股票 不要去买那种 景气军下下的股票 那到底要买什么呢 只有一个原则 选股的一个方法 也是所谓的SOP 一定是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 找出来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检视筹码面大呼在进货 技术面转强 讯号出现 这样的股票 我才会带会员朋友去买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样的股票 当然为什么要有 爆发性的产业 要有竞争力的公司 因为这样的股票 你会发现 它才能够走一个 真的多头 而且那个多头 才能够走得长久 或者说你在股市里面 如果要赚长线大波段的钱 这样的股票 才最有机会 不是去抢抢那个跌审反弹 抢个这个3%5% 对不对 那这样的股票 当然你也不要等到 大涨创新高 你才去追 那个风险都很大 像最近很多头顾老师 哇又在教大家 去重压至今 股价我就不晓得 为什么五十几块的时候 不叫大家去重压 七十几块的时候 不叫大家去重压 一定要涨到一百九十几块了 才要去重压至今 然后一压下去 昨天一个震荡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就很害怕 当然是啊 所以我说做股票 除了要有爆发性的产业 要有竞争力的公司 什么时间能够去出手 这也是一个关键 如果说你知道地方 总是大涨才去追 当然那个风险就很大 所以我会跟大家讲 我做股票 那操盘高手 选股 我刚才讲过 有爆发性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但绝对不是大涨才去追 一定是在第一档转强时 来做布局 然后等它股价涨上去 急涨就不要追高了 再等它拉回时 再来找买点 就像至今 对不对 你会看到 我是在什么时候 带会员朋友买的 在五十几块的时候 就发现 爆发性 受惠于穿戴装置 跟车用电子的需求上来 营收开始创新高了 在五十几块就发现 原来这里就有大户 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去想一想 当至今这波股价 涨到一百九十几块的时候 你是要去参加那种 一百九十几块 带你去重压的投股老师 还是要去找一个 能够在五十几块 就带你去布局至今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好的操盘团队 自己去想一想 好 那不止至今 我会跟大家谈到 最近很多公司 你会看到 业绩都已经开始创新高 那现在的股价呢 更是已经领先开始上来 好 举个例子 昨天刚刚谈到什么 8038的长元科 对不对 我说我们发现到 二月份 虽然因为过年的关系 工作天数少很多 但是居然还有很多公司 二月份的营收 还能够比一月份成长 那一个月跟二月加财 营收也比去年大幅度成长 这样的公司 我举个例子 昨天刚刚谈到什么 8038的长元科 对不对 那长元科 你看到 二月份营收 比一月增加MOM43% 一月二月加起来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30% 那这样的一个公司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 12月的时候 就已经跟大家提到 那时候大盘还在拉回 对不对 可是已经提醒大家 这是未来的强势股 对不对 股价已经开始出现 转强讯号 为什么 懂技术分析 看得懂就知道 好 那时候的长元科 在多少 在38块的价位 好 那昨天一个拉回 今天当然长元科股价怎样 你会发现 强势股居然是这样子 昨天大盘中错 今天涨个50点的时候 昨天长元科 也跟着拉回一下 但是今天涨停板 重点是又创下波段新高 73块9了 对不对 那重点是你会发现 我是在什么时候跟大家谈的 也不是现在才来谈 其实这个地方 早在12月份 早在38块多 就已经跟大家来做提示 所以很多强势股 我会提醒 这当中 你要去把我 那个大盘 再拉回在整理的时候 你就要去锁定去布局 你才能够真正赚得到钱 好 那现在线上一个台北的李先生 要打电话进来 喂 李先生你好 张老师你好 你好 麻烦我要问那个 3289 宜特 宜特是不是 对 麻烦你一家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参考参考 当然宜特是一家 不错 获利不错的一个公司 那很多人也说 它掌握到 这当中苹果的订单什么的 不过就成长性上来看的话 这边还算是比较平稳一点 像1月份营收 跟2月份营收 都有比去年成长 但是大概这个多的话10% 少的话1% 并不算是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那重点是 最近发现它的股价 要比较小心的地方 是在筹码面 筹码面的地方 哪里要去注意 你会看到 投信有没有买 有 在去年12月份 这里曾经就低档 已经买了一堆 后来股价在这里 震荡震荡震荡 震荡投信的筹码都还抱着 一直到了这地方 1月份 1月底到2月份的时候 股价大涨上来 融资开始追 对不对 散户在这地方 帮投信去抬轿 股价拉高上去之后 最近3月份 融资还在继续加码 可是发现 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当散户在这边 可能habitude当中 用力在追的时候 你会发现 投信的部分 已经有在这边 倒货 倒货出来 已经在这里卖超了 那所以说如果说接下来投信手上的成本 因为是在这个第一档的位置 它现在卖当然是当中随便卖随便转 如果说继续卖下去 那股价当然这地方筹码从散户手中 这个原本法人手中刀到散户手中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要小心 股价可能会有比较转弱的现象 所以我会建议刚才李先生的部分 这档宜特可能要小心一点 如果说投信继续卖的话 会有转弱的危机 所以我会提醒大家 在这个阶段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检视手上的股票 如果已经有大户在出货 转弱熏号出来 当然一定要小心 那做股票 我们要去找到那种强势股 而且不是在大涨创新高的时候 才知道它叫做强势股 是要在什么时候 趁着这单个指数在整理 然后发现原来在指数整理的时候 是最容易找到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熏号出来的股票 你就能够提前去掌握 就能够去在股价大涨出来之前 能够去发挥 把握到低档布局的机会 就像长元科 有没有 涨到73块9的时候 你现在才知道它很强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去年12月份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在提示你了 对不对 那重点是 这个12月份的时候 指数是大涨的吗 不是啊 大盘也是在整理啊 整理格局当中 是最容易找到强势股 整理格局当中 你能够找到强势股来做布局 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持续在锁定 锁定说真正业绩有爆发性成长的好公司 再举个例子 这是2月底推荐大家的光盛 光盛的部分 在今天你也看到了 这个股价 昨天做一个拉回 那今天呢 有没有 马上又涨上来 对不对 重点我们也不是现在才介绍 当最近很多投股老师 我相信也在注意到光盛 也在跟你讲 他在买光盛 为什么 因为每个投股老师 都是在大涨创新高的时候 发现到这一档强势股 那这样子跟散户 自己做股票 有什么不一样 真正的高手 是要能够在第一档 发现到大户在进货 第一档在转强讯号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来做布局 坐在轿子上 等别人去抬 所以你会看到光盛 我们是在2月22号 就已经在这里跟大家讲 发现到有一档 受惠于宽带中国政策 业绩正在大幅度成长 未来业绩渴望更上一层楼 这个当中物联网新黑马 6442的光色 有没有 从技术面上来看 当时就已经发现 有大户在进货转强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51块 那涨上来 涨到68块多 当然已经涨了三成了 我也不建议会员朋友 再去追 我们是等待压回 再来找买点 好 那我们今天 再来给大家看一档好了 好 那这档股票 来看一下 这是之前 我一再提示大家 有一档新能源车的黑马 电动车的新黑马 在做什么 在做这当中 电池的材料 主要的客户 就是Tesla跟Panasonic 正要开一个超大型的 锂电池工厂 它是谁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二月份 就已经在全国 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里头 都在写 介绍 接下来注意 新能源车 新黑马 4739的Comp 生产动力用的 锂电池 上游的材料 客户包括 日本前三大 正级材料的制造商 主要的客户 日系客户 Panasonic 透过他 打入到Tesla供应链当中 那因为Panasonic 跟Tesla 正在合作 在内华达 建立一个超大型的 锂电池工厂 那这个工厂 当然这个部分 需要大量的上游材料 也正因此 Comp配合他 需求强劲的情况之下 积极扩充产能 未来将成为 最大受惠者 未来业绩持续在看好 所以当时都建立 我们的特别会员 撑拉回时 按照盘中指示 在逢低布局 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当时的Comp 对不对 三月份都有持续 在这个月都有持续 在介绍给大家 说有一档个股 大户正在进货 转场讯号出现 那时候标出去了没有 还没有 可是我们都持续在买 对不对 39块多买 40块多持续地买 那最近股价开始发动了 3月11号股价 那天指数没什么涨 涨4点而已 大涨4% 对不对 3月14号股价 那天大涨了5.5%上来 在今天呢 各位投资朋友 当你觉得 指数昨天中错 今天只是反弹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Comp股价 今天已经大涨了8.8% 已经快要拉到 涨停板上去 已经在这个指数 你还在关心 到底这波拉回 会跌到哪里去的时候 他又再怎样 创波段新高上来 那重点 我不是要跟你讲 你看我们的Comp又赚了多少 我还是强调 即使这是事实 我要强调请你注意的是什么 是注意我做股票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OP 因为只有方法正确 才能够有机会 一档接一档 一波接一波的创造财富下去 那为什么献榮老师做股票 可以这样子 一档接一档的 第一档来做布局 然后一档一档就上来 关键就在于 因为我买的股票 一定是有爆发性的产业之下 真正有竞争力 真正业绩会成长的公司 然后第一档也发现 大股在经货 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来锁定 我们来做布局 这样子做股票 才能够稳稳地 找到大波段的机会 而且在第一档 做好布局之后 这个当中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来帮我们抬 就像别人在帮我们抬光盛 就像别人在帮我们抬至今一样 那现在Comp也上来 一定也很多头 或者很多头骨老师 会去追Comp 又要帮我们抬轿 那我也不建议你自己去追 那没有意义 重点是你能不能够找到 像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才能够是赚钱的关键 那如果说你认同 我们的操作理念 我们都提醒大家 趁着大盘 最近可能还会震荡整理 但是接下来 初升段都涨了一千点 主升段即将来临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投资 想跟着我们一起迎接 接下来更好赚的主升段 提醒大家 接下来 在我们这波初升段 至今 至深科 静棚 建林 茂林 IET 精锐 光盛 一档一档都大涨上来 主升段的黑马 现在其实光盛也算 对不对 现在Comp 也已经开始大涨 指数 未来会不会突破8800点 我们拭目以待 重点 我不希望你等到突破 指数888871的时候 才去乱追 希望你能够 趁着现在第一档来做整理 所以给大家这个88转案 在指数突破8800点之前 最好的一个优惠 我希望你能够去把握到 休息时间就跟我们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好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成通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 0227525868 272525868 成通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订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成通投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物品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力气 就算在这里 过便 携 achievem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会看到当你还在那边等待指数低点什么时候要出来的时候 好多强势股买点就已经提前出现 甚至已经提前上工了 是不是这样呢 4739的康普不就是在这边开始创新高上来了吗 好 那待会再来跟他谈 今天我们出手一档新黑马 那今天这个现代线上一个台北的陈太太要打电话进来 喂 陈太太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请问F康友 康友是不是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来 看一下 参考一下 整个这个康友的部分 目前来看 这个股当然业绩算是一个不错的公司 去年前这个总共赚了16块的EPS 这个制药股里面能够赚到这么多钱 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比较要去注意的是在它筹码面的一个部分 融资余额最近会发现到 之前都没有融资 股价都在低档 那后来呢 融资开始暴增 那股价这样提拉上来之后 融资就开始大幅度增加 散户买了一堆了 以它股本6.5亿 算是6万5千张的筹码来看 现在融资有7,130张 代表说有超过10%的这个筹码都已经到散户手中 那这种状况不是说它会跌 但是如果跌下来 可能就是又这样子 多杀多的走势 比较容易出现个急跌的走势 所以我会建议这当中 陈太太的一个康友 目前来看还没有说立即要有反转的危机 但是呢 这一根长虹要去注意 如果说让它破下去 就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多杀多的走势 杀出来 所以说这个地方提醒一下 这一根长虹 3月10号那个低点351 不能破 没有破 先抱着 万一破下去就要小心会有急跌 那这个地方就赶快跑 没有破就抱着可能都还有再上去的机会 这是给这个陈太太的一个建议 那再来谈到 这个地方 当然重点我刚才提到 当大家在担心 这不拉回指数低点到底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再跟大家强调 强势股不会等大盘 强势股会领先见底 甚至领先开始上工 那除了刚才提到 我们之前在2月中 在3月初 都有持续在布局的这个 看到康普的部分 今天股价已经大涨上来 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那等于说 你在这里跟着我买 在这里跟着我买 你通通都是在赚钱 指数怎么样 那不是重点 好股票就先发动了 那再来看到 这是在今天 这是在今天 我们带会员朋友买进的一档 大户正在进货 股价在转强的 汽车零组件的新黑马 它主要的产品 车用产品 已经占营收比重超过五成 重点是在去年下半年 据我们了解 已经接货了包括欧美 包括大陆的一个汽车业者 长期的大订单 那这些订单不是接了 马上就出货 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性的订单 在今年到明年开始 陆陆续续来做出货 就会带动营收 业绩大幅度成长上来 所以我们看到 二月份工作天数虽然少 但是呢 它营收反而是逆势在成长 一二月营收加起来 年增率也超过了 两倍的一个幅度 那这样的股票 常常看到不等大盘啊 对不对 在昨天跟他再次介绍的一个 这个长元科 股价今天不就不等大盘 涨停板 而且是创新高 那这档股票 早盘 我们发现 它在这档中买点出现 建议会员票买进之后 有没有发现 接下来没多久 十点半而已 当直数 你昨天重错一百多点 今天只是反弹而已的时候 它股价已经涨停板了 已经开始又发动攻势了 那我重点不是要强调说 哎呀 像其他投顾老师说 你看 我们每天都买了什么股票就会涨停 买了什么股票就会涨停 这个 我常常讲 你不用去相信他们 如果说股票可以每天都赚涨停板的话 根本不需要坐在这里跟大家解盘 每天赚十趴 每天赚十趴 早就是世界首富了 真正做股票 要去找的是 这当中 能够长长久久 稳稳在赚钱 这才是重点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强调 其实你从这当中长元科也好 康普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新黑马 你有没有发现 当大盘在这里震荡 指数低点在哪里 我们不管 很多强势股就已经先上去了 而我们要带你去找的 也就是在这里 就像我在前几天刚才讲 指数放两旁 选股摆中间 要去找那种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敢涨得好股票 这才是我们要的 那什么股票最有这样的条件 一定是有爆发现的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我们才会去选 当低档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赶快来跟着我锁定 不要去等大盘 怎样啊 过去为什么我带大家买资金 对不对 不是在一百九十几去重压 五十几块就发现到 低档布局的机会 为什么我买进棚 不是涨到六十几块才去重压 对不对 低档大盘在整理就要去锁定 指数就算跌 都在垫高底部 一个回温大涨三成 为什么我买光盛 不是六十几块才去追啊 五十一块就帮会员朋友 在台阶 低档在这个做教了 那如果你认同 我们的操作理念 我们诚心邀请来加入 提醒大家 指数突破八千八百点之前 迎接主生段 即将到来的机会 八八专案的一个机会 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 掌握未来更好状的主生段 想把握的 欢迎跟我们来做联络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加分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深评估 并自负 投资公司 成通投顾 七名超凡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差询出现 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顾高老师 集聘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525868 0227525868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控服务 成通投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通投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通投顾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 新选择 北斗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 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斗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尿身办 更多优惠哦